美国联邦政府全面来推行的真ID 被外界看作是川普凶醒移民政策的重要信号之一 到底真ID的全面推广对于华人民众来说 意义还有难处在哪 独自新闻记者杨平俊特别专访到了 南加州知名的律师郑博人 来请他详细解说 总统川普上台之后 对于移民的政策是越来越严格 到底加州现在所推行的真ID Real ID它的功能在哪里 它的用意又在何处呢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郑博人郑律师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首先我要请问一下Paul 能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Real ID它真的功能是什么 Real ID的话是一个 2005年的时候是一个新法律出来 因为2001年的时候 大家知道有一个所谓的911911 在那时候的话恐怖分子 因为到了纽约 然后最后的话有这个问题 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 所谓的有这个Real ID 很多人觉得川普总统当选的时候 他很歧视国外的人 还是很歧视没有身份的人 这其实跟Real ID是无关的 因为有别的总统 包括欧巴马 有办法可以拒绝Real ID 他没有这样子做 请问一下郑律师 为什么Real ID对所有人来讲 都非常重要 在10月1号2020年 如果你没有一个Real ID 你就没有办法上飞机 所以这个让很多华人很惊讶 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那我要赶快拿Real ID 26个州已经有Real ID了 加州没有 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因为我们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说 我有没有这个资格 可以拿到Real ID 如果你在美国 你没有美国的身份 你是非法移民 你没有办法拿到Real ID 因为它的Real ID的规定是 你要有一个美国护照 还是你要有办法证明说 你是合法在美国 请问一下郑律师 推广Real ID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影响最大 从一个非法移民 没有身份的人的角度来看 我是觉得以后会很影响到他们 因为Real ID是一个联邦政府 所以今天他不能讲说 那没关系我就要纽约还德州 如果加州没有Real ID 我到别州去拿Real ID 是可以拿到 不是因为原因是Real ID 是联邦政府在控制 联邦政府的规定 然后因为这样子 不管你的州有多支持 就是所谓的非法移民 还是移民来美国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拿到Real ID 然后你是合法的在美国 像一个B1 B2 那个旅游身份 你可以出国 在入境美国的时候 你可以拿你的护照 包括你的合法的I-94 去拿到这个Real ID 所以不要最后的话 在2020年的时候 是坐不了飞机 Real ID的出现 是不是代表着 对于非法移民的管控 将越来越严格 很多人有讲说Real ID 其实是在歧视 歧视人家 因为今天的话 如果你入境美国 你没有合法身份 你当然还是要赚钱 所以很多人有讲说 Real ID特别是威胁歧视 然后稍微有一点报复 没有身份的人 我觉得Real ID 在2020年以前会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政治人物 包括政客 他们有一个困难 他们投票 所谓的选票跟钞票 很多人的话 他们是支持 非法移民的人 如果最后的话 在2020年的Real ID 真的有过的话 我觉得会有很多人抗议 所以会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们所谓是怕 说社会上有这个抗议 所以我觉得 这个法律会改变 请问一下张医师 您对于真ID Real ID的议题 您的看法是什么 I think the concept 这个逻辑跟目标 我觉得是好的 我觉得很少有法律 我真的看到是 特别是 可以讲说是无法理解的 我可以很理解 为什么有Real ID 因为国外 像中国大陆 他们就是有这个户口 所以我可以理解 可是困难是什么呢 我们美国 非法移民太多了 这个跟亚洲是不一样 中国大陆 包括台湾 香港 非法移民的不多 没有像美国那么多 然后我们非法移民在美国的话 是很有实力的人 变成说 虽然我们的目标是要 拒绝恐怖分子 可是我觉得最后会影响到的是 我们一般的老百姓跟居民 感谢郑律师的详细讲解 跟大家说明 相信观众对于Real ID 真ID的功能有一定的了解 这边要提醒所有的观众 有任何法律上的疑惑 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专业 资深的单位进行咨询 以上是有中东新闻 李仲耀 杨平俊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李仲耀平俊 李仲耀平俊